國防部在今天上午舉行的 八八風災救災官兵表揚大會 還請來了馬總統親自到場頒獎 最新的情況我們要請記者林玉橋來告訴我們 玉橋 好 各位觀眾呢 馬英九總統今天早上是特立到了 國防部的中愛營區 來參加國軍八八水災的 這個救災有功官兵表揚大會 總統還親自授勳給兩位這個中將 另外一位以及另外58位的這個有功官兵 分別被授與三軍通用獎章 其實呢在今天的這個整個授勳之後的 這個馬總統支持的過程當中 總統是特別提到 未來整個國軍在這個救災防災的部分呢 要防災優於救災 而且呢總統還特地強調 未來整個在救災的部分呢 不是仕同作戰 而是救災就是作戰 我們來聽聽看馬總統的最新說法 救災不是仕同作戰 救災就是作戰 我們將來秉持著這樣的心情 來保衛人民 捍衛國家 執行我們軍人應該有的任務 這是我們對各位最大的期待 我再次的對所有的受講官兵 表達我最誠的概念之意 我們以你們為榮 台灣有你們真好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聽到呢 其實總統對於這一次整個八八水災 這些國軍官兵的表現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肯定 而且總統也特別提到 未來呢在所有的颱風呢 都要比照莫拉克颱風這樣的一個救災防災方式 也就是說 說以後所有的颱風遇到颱風的時候 國軍官兵都要事先的預置兵力 以及這個提前警戒 要是料敵重寬這樣的情形 來對待所有的颱風 而遇到地震的時候 也要比照911這樣的模式來辦理 要有國軍部隊 每個人都要有防災 優於救災的一個體會 以上就是小君的情況 把鏡頭交換給彭麗主播